哈囉大家好 我是蜂蜜節目主的蚊子 今天要來吃的是這個 韓國的辣牛肉糖麵 這又是另外一個我沒看過的 韓國的碰麵的品牌 打開來看看吧 哇 它連醬料包的那個 看起來都很很時尚 什麼李家 你看 咦 這裡家就是上次 我好像有買一個那個 炸醬的即時包 你看看 這個人家就是蔬菜包 你看它有圖案 然後這個就是粉末 所以它就是點點 然後它的麵 酷的來了 你看看它的麵 特別 咦 它的麵 很特別 軟Q軟Q的耶 它的麵 軟Q軟Q的耶 好特別喔 好特別喔 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軟Q軟Q的耶 蠻 蠻神奇就對了 好 好 那就先來去煮囉 李家的 辣牛肉湯 麵 先喝看看它的湯 看起來很紅 嗯 嗯 嗯 它的湯很辣 很辣 嗯 有辣 吃看看它的麵 真的蠻辣的 它那個麵很特別 很軟Q軟Q 很像那個 我覺得很像 那種 義大利麵的感覺 像義大利麵 那種 很辣 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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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這個麵 真的像 像義大利麵一樣 耐煮 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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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你覺得它這個麵不太會入味 不太會拔住這個味道 它那個湯真的有那個辣度 真的蠻辣的 覺得它的麵可能真的要配糖幾次 比較可以入味 不然它的這個湯頭 會覺得真的很讚 只是這個麵 比較像義大利麵那一種 所以可能味道就 你就不容易吃得住這樣嗎 我也不想喝 那樣的燙的燙真的很好喝 真的是有辣 今天配的飲料是這個 韓國的 這就是葡萄汁了 上次那個還有那個椰果的果粒 然後這個就是還有那個葡萄的果粒 真的 酸酸甜甜 而且真的吃得到那個果粒 湯很夠味 但是麵包為什麼 好像味道就 不太容易巴得住這樣子 有點蠻可惜的 你覺得 真的是覺得有點蠻可惜的 真的是覺得有點蠻可惜的 你看看 看看它 它有一個蠻特別的 果肉這個 都不曉得是 牛肉嗎 被騙了那些香菇 我以為 噴到的都是香菇 可是它的燙真的很濃郁 我覺得 如果想吃看看 那種不一樣口感麵的人 也可以買來試吃看看 但是可能 可能是我的 搞不好水又加太多了 所以味道才變淡 但是我喝那個糖還是很濃郁 而且辣度是有的中辣以上 蠻好喝的 只是這個麵條 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 嗯 還是我煮的問題 就是 它不太容易巴住那個味道 有點可惜啊 好啦 我今天的影片就拍到這裡啦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就歡迎訂閱跟按讚喔 掰囉